奥年明明是个大骗子 却被百姓们称为城市英雄 只因他前不久拯救了一城之人 可他自己却只有无尽的愧疚 原来祸害无数百姓的大妖 竟是他亲手放出来的 在很久以前百妖横生 妖王西王母同龄百妖欲毁灭人间 正当世界陷入黑暗之际 出现了三位真仙 他们不顾生死封印中妖 最终在昆仑之巅合力击败了西王母 让世界免于被黑暗吞噬 世界重新恢复了秩序 但妖族仍旧在时刻准备卷土重来 可驱魔师却已经逐渐没落 就连张无尉这样的真仙后裔 当年昆仑三圣之一的曾孙 都已经不会真正的先数 一旦使用法术就会血流不止 因此只能靠着坑蒙管骗过日子 结果差点饿死 这天王府发布招聘令 招聘有能知识降妖除魔 成功之后赏黄金千两 张无尉简直欣喜若狂 发财机会终于来了 他提前准备了花瓣 用吊威亚的方式从天而降 成功秒杀了其他大师 获得了王老爷的信任 本来他打算等其他人除妖之后 再跟在后面蹭点功劳 谁知被人当成大师 被迫独自进入古庙除妖 张无尉本来还吓得心惊胆战 谁知只是一群连人话 都不会说的低级妖怪 他瞬间就膨胀起来 甩着大笔都抱坐小妖们 加上特制的辣椒粉 小妖们被打得屁滚尿流 为了凸显除妖的艰难 以骗取很多的酬劳 他甚至拿着炮杖制造声势 结果一不小心把地板踩塌 掉进了地下室 看到一个夜壶模样的东西 而且还在说人话 好奇地拿起一看 逆经之下掉落在地 夜壶碎裂之际一道血光冲天而起 煞时间黑云遮蔽天日 被封印的大妖重新现世 这是降灾及妖怪十之主竹龙 只用简单的一声怒吼 瞬间摧毁一座城池 百姓们死伤惨重 张无尉被这一幕吓懵了 二话不说拔腿就跑 结果却被三位大师拦住了 说要和他一起除掉这具妖 张无尉可不想去送死 便大意凛然地说 让他们拖住妖怪 自己去疏散百姓 毕竟百姓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等疏散完后自己再去除妖 三位大师深受感动 决定兵分两路各自行 此时守城士兵正在拼死对抗烛龙 可根本不是对手 反而被烛龙统统当临时吃掉 两位大师及时赶到 使出宗门的最强杀手锦 可对竹龙来说跟挠痒痒没什么区别 竹龙是操纵时间的大妖 在他展开的结界之中 所有时间的流逝借由他主宰 两位大师身上的时间静止了 根本就无法动弹 竹龙一把抓住猛男和尚 直接捏成了碎肉 与此同时张无尉震惊地发现 百姓死伤的人数相当惊人 无比后悔自己手剑去碰卖该死的 当即赶紧指挥大家往城外逃 这时听到有人在呼救 张无尉跑过去一看 竟然是用糖葫芦 跟他换过保护服的小女孩 此时他被压在石板下奄奄一息 张无尉连忙救他出来 可他的家人已经全都死 很显然自己的保护服并没有作用 为了不让小女孩伤心 张无尉选择隐瞒下来 告诉小女孩他的家人可能跑到城外了 小女孩很开心 身心是保护服了 把张无尉召唤来救了自己了 认定他是自己的大恩人 张无尉愧疚急了 另一边老道士也已经奄奄一息 但他一直笃定地说着 真仙后裔一定会回来祭拜你的 听到真仙两个字竹龙就恨得咬牙切齿 当年他横行天下之时 就是被所谓的真仙封印 即便过了百年之久 一想到他们自己背后的伤口已然隐隐作痛 如今他要将这份屈辱 从真仙的子孙身上讨回来 竹龙将结界扩张到最大 笼罩了这个做城池 可怎么都感应不到真仙后裔的灵力 还以为对方故意隐匿了灵力 顿时暴跳如雷 凶性大发挨个屠杀幸存者 看着满脸惊慌所剩无几的百姓 张无为毅然自投罗网 他必须要纠正自己的错误 结果古诗拦住了他 说要替他去阻挡妖怪拖延时间 临走前将全部身家都交给张无为 请他帮忙带给史惠国的吕氏老人 然后便冲到竹龙面前叫嚣起来 竹龙以为他是真仙后裔 谁知对方竟然是个无名之辈 而且还用古术幻化出无数分身 虽然很轻松就被竹龙给碾杀 但他在来的路上就设置好了结界图腾 一旦发动便能让施术者不死不灭 每次被竹龙杀死 古诗都能再次重生 就这样一点点积少成多 竹龙惯用的那只手中了补毒 一时间无法动弹 顿时恼羞成怒 他居然被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虫子伤害致死 当即使出必杀技实质绝效 被妖力扫破的地方时间流速飞快 古诗瞬间就变成了百岁老人 结界图腾也被完全摧毁 再生树也被破除 眼看着就要被竹龙碾死 危机关头一道道雷服从天而降 竹龙被劈得受伤不轻 只见张无为搀扶着老道士打来 古诗赶紧告知他们 竹龙有操控时间的能力 然后便搀扶着老道士退开 给张无为腾出战斗的场地 真正的针先后裔登场了 竹龙慌得冷汗都出来了 他一只手动弹不得 而且刚刚使用了十只绝效 妖力还没有恢复 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无法看到对方的灵力 怀疑他的境界比自己高很多 下一秒张无为就使出八卦幻轮之术 这就是当初昆仑三圣 封印竹龙用的封印术 竹龙吓得连滚带爬想要逃走 可因为老毛病的原因 张无为根本无法支撑先级封印术 猛地喷出一大口血 无力地瘫倒在地 封印术也因此中断 竹龙顿时欣喜若狂 没想到真先后裔竟然是无灵力者 当即提起他吞入腹中 准备让他在自己胃里慢慢被腐尸而死 可是他忘了时间数是不能影响自身体内 张无为在其体内再次使出封印术 终于将竹龙重新封印在自己体内 而他自己也游进灯窟 与此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一只三组鸟 察觉到竹龙的气息消失 当即选择亲自赶去查看 身后只留下余地死尸 另一边张无为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头发花白 手臂上还长了一张鬼脸 甚至还能看到每个人身上的灵力 而且因为除妖有功 成了整座城市的英雄 所有人都恭敬地称呼他为大恩人 王老爷将他的英雄事迹大肆宣传 还给了满满一项尽快当酬劳 老到是和古师也都活着 只是可惜和尚已经死了 还有死去的那么多百姓 都再也无法回来了 强烈的愧疚侵蚀着他的内心 尤其是看到难民营运 百姓们饥寒交迫的惨状 还遇到了那位小女孩 对方也得知父母死去的消息 张无为再也忍不住 向他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都是因为他贪图前台 才会阴错阳叉将竹笼放出来 从而导致了这场灾难 小女孩却表示大哥哥很勇敢 他妈妈曾说过一个 勇于承认错误的孩子 才是勇敢的好孩子 只要用心去改一定会变好的 所以我们不能活再过去 说完小女孩不禁痛哭出声 他其实没有那么坚强 他是不得不坚强 张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能摸摸他脑袋安慰他 第二天他将金块全都拿出来救济灾民 并让大家照顾好小女孩 在获得了大家的谅解后 张无为这才转身离开 去寻找处理手臂那张脸的方法 并且会用余生来偿还罪命 小女孩虽然不舍得他离开 但还是约定好等他回来 在他离开不久后 一只三组鸟寻着竹笼的气息而来 猛地落在地上 瞬间化成一个英俊青年 只是额头上长着一只金黄色的树头 人是杀人无数的大妖 在吞噬整座城池百姓前 还恬不知耻地让百姓说谢谢 此时灾民还在热火朝天地重建家园 天空却突然黑云密 三组鸟从天而降 变身成一个英俊的青年 双目紧闭像盲人一般 眉间长着一只金黄色的树桶 他寻着竹笼的气息而来 发现这里的灾民都还活着 打听过拯救城市的英雄是张姓少年后 三组鸟当即施展树法 被生双翅腾空飞起 随着他一生令下 铺天盖地的乌鸦席卷而来 冲进灾民的身体里 凡是被乌鸦碰触到的人 都会瞬间被吞噬 三组鸟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在他看来 这些人早就该死在之前那场灾难里 即便被人改变命运狗活下来 生活也只会变得更快 而且还要忍受无穷无尽的痛苦 而自己是拯救他们脱离苦难的大英雄 乌鸦群将整座城都吞噬干净后 齐齐冲天而起遮天蔽日 还没走远的张乌薇看到这反常的一幕 立刻意识到灾民们出事了 连忙跑回来查看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整座城都已经消失了 这里只剩下一个三只眼的青年 那人身上散发着诡异的压迫感 让张乌薇几乎动弹不动 三组鸟纹身看了过来 却只感觉到他体内磅礴的腰里 而且还是很熟悉 是属于竹龙的气息 当即友好的跟他打招呼 很明显他和竹龙是同伙 张乌薇咬着牙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座城的人怎么一个都不见了 三组鸟轻描淡写地说都给杀了 仿佛在说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他拥有遇见未来的异能 这些人虽然被张乌薇救了 但他能遇见他们会痛苦而绝望地获着 未来没有任何希望降临 与其继续苦下去 还不如早点结束苦难去投个好拍 张乌薇文言怒不可恶 他才不信这些乱七八糟的胡话 杀了人就得尝命 说着就发疯式地冲了过去 可下一秒三组鸟眉间的眸子金光一闪 地面的引力瞬间增强百倍 刚刚纵身一跃而起的张乌薇 猛然坠向地面 整个人被无形的压力按进地理 地面都军裂开来 三组鸟深舟的妖力瞬间暴涨 凝聚成一张争鸣恐怖的巨型怪影 仿佛要责人而逝 只见他金黄色的树桐突然蹬过来 张乌薇像是被巨大的洪荒巨兽盯住一般 根本动弹不得 直觉告诉他再动就会死 可心里的愧疚快要将他淹没 是他一时贪念才放出了竹笼 从而导致了这场巨大的灾难 那些人都是因他而死 所以他一定要为大家报仇 强大的信念让他超越了三组鸟的制约 猛的一跃而起发动攻击 谁知三组鸟动作比他还快 一个闪身出现在他面前 尖锐的爪子拍向他的胸口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张乌薇直接被轰飞出去白明远 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 直接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十天已经黑了 他正身处于一个山洞中 三组鸟正对着他笑眯眯地夸赞去 真不愧是降灾机 恢复力真是惊人 张乌薇顿时暴跳如雷 第一时间就想发动攻击 可是强烈的情绪让他的左臂剧痛 而且剧痛很快扩散至全身 三组鸟告诉他 他的身体正在被侵蚀 所以最近才能看到人类的灵力 张乌薇文言悚然大惊 这人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知道这一切 原来青年是三组鸟水晋 和他一样也是一名半妖 张乌薇都被气笑了 自己可是真真正正的人类 谁会跟这种垃圾一样 殊不知水晋语出惊人 说他已经与竹龙合为二身一体的半妖之躯 否则刚才那一掌早就将他拍死 水晋察觉到竹龙的妖气突然出现 却又突然消失 这才赶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毕竟竹龙是他隐藏好的珍贵素材 本以为是哪位高人出手了 没想到是一个废柴的真仙后颖 毕竟天下之间能封印降灾及妖怪的 金仙级封印数不超过三种 而且都是一脉单传的秘书 他对张家的了解比张乌薇还多 张乌薇却懒得听他废话 想杀就快点杀 反正他已经杀了那么多人 也不差自己这一个 水晋文言一爪子拍了过来 强大的妖力直接将山洞炸飞 可是最后一刻他竟然收手了 因为他已经能预见到 张乌薇很快就要死了 用不着自己浪费时间 他将妖怪封印在自己体内 这是一种自找死路的愚蠢行为 因为所有的术法都是有时效性的 哪怕是金仙级的封印术也不例外 倘若封印在没有意识的死屋上 妖怪自然无从下手 想重获自由就只有等封印衰弱 又或者是容器被毫 而封印就像是暂时隔离二人意识的墙壁 一旦宿主心神混乱 就会促使这道墙产生裂痕 妖怪的意识就能从裂痕渗透过来 并开始扰乱人的心神 一旦封印消失 体内的两道意识就会共同争夺 身体的拥有权 圣者将吞噬败者的一切获得心声 张乌薇简直难以置信 但身体已经渐渐不受控制 竹笼的侵蚀已经开始了 这时水晋主动提出 教他处理掉竹笼的方法 因为他的眼睛能够遇见未来 而张乌薇是他遇到的第二个 什么都看不见的人 只要他愿意成为自己的伙伴 水晋就会帮他完全吸收竹笼化的力量 走上人生巅峰 张乌薇文言断然拒绝 谁要跟垃圾成为同伴 早晚有一天他要杀了这混蛋 可两人的差距实在太大 只有活下来才有希望报仇 张乌薇只能强忍着屈辱 恭敬地请教活命方法 于是水晋教授他竟心重 将心神内斓至极致 便可抵挡妖势轻扰 可张乌薇练了很久都没效果 水晋便换了一种残暴的方法 一掌狠狠拍在他脑袋上 浓郁的妖气将张乌薇吞噬 眼前幻化出铺天盖地的黑暗 死去灾民的魂魄紧紧缠绕着他 想拉着他一起落入地狱中 被冤魂碰到的地方疼痛至极 愤怒恐惧绝望等大量情绪涌进脑海 危急关头水晋的爆合声响起 在他的指导下 张乌薇终于成功地守住心神 奋力抵挡着邪气的轻扰 不一会儿就将静心咒炼成了 本以为已经大功告成 谁知水晋一根手指都没动 就能轻松将他轰入悬崖 刚才凝聚的结界瞬间消散 这种刚入门的静心咒 根本经不起外力轻扰 更别提对抗竹龙的意识了 接下来就要开始更残酷地进阶修炼了 于是没有灵力的废柴 却能徒手秒杀灾难及妖怪 他拼着魂飞魄散的危险修炼 也只为杀死教授他修炼之法的师父 就在刚刚张乌薇在水晋的残酷训练下 终于学会凝聚心神屏障 这样痛苦的修炼方式让他苦不堪言 因为体内封印着妖怪他失去了位居 唯一的乐趣也没有了 他每天都幻想着找到绝顶毒草 直接炼丹把水晋毒死 水晋知道他的打算 却也并不生气 反而尽心尽力地教导他克服竹龙的办法 只见他用爪子划破手臂 用流出的鲜血凝聚法术血灵出窍 这是一种强大的结界术 血灵会把方圆石里内的妖怪都给引来 张无为吓得拔腿就跑 这个臭鸟就是个疯子 他要赶紧逃离这个危险范围 可是这个山谷实在是太大 他还没跑出去多远 一群人形怪鸟就铺天盖地而来 张无为狼狈地左奔右逃 可是妖怪汇聚得越来越多 天下间的妖怪分为绕害活在四个等级 绕疾的妖怪有一定的危险性 亥及开始就不是一般人类能应付的 一只亥及以上的妖怪 能轻松毁掉一座城池 张无为想要赶在亥及妖怪来临之前逃走 可为了变回人类的方法 只能强忍着恐惧撑到天亮 谁知刚躲过了鸟腰 又落入了狼腰的包围圈 张无为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一口咬伤了头 眼看着就要沦为狼腰的食物了 危急关头他拼死催动树法 本以为又要燃烧生命 没想到这次术法竟然格外强大 而且他连一笔鼻血都没流 张无为这才想起三足鸟说过 现在他的生命力跟竹龙缠绕在一起 之前因为没有灵力的关系 所以强行使用术法便会损耗生命 可妖怪的生命力比人类高几百倍 消耗这点气血根本不痛不痒 所以现在张无为可以无限制使用术法 这下该轮到狼腰们瑟瑟发抖了 熬悟一声呼叫更多同伴前来支援 可张无为丝毫不拒 这无异于给他送人头 正好可以试试自己家传的倒数 只见他随后一挥 仙灵三位火铺天盖地而来 瞬间将妖怪们烧成了灰烬 可过度使用灵力的后果 导致竹龙的封印微微减弱 竹龙猛然清醒过来 开始侵蚀着他的意识 就在这一分神的时间 一只小山刀的猪妖凶神恶煞地通过来 张无为只看了一眼就惊呆了 这只一看就跟别的妖怪不是同一级 只是简单一吼就看出威力爆表 让张无为头疼欲裂 根本无法正面硬刚 本以为这种靠蛮力的妖怪类型 一般行动都迟缓 谁知猪妖的速度快如闪电 张无为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一拳砸进地底三百米 蹊跷流血爬都爬不起来 而他的所有反抗都宛如皮肤汗术 不但没有成功反杀猪妖 反而将对方惹怒了 对他更是毫不留情 一拳接一拳地连续暴力输出 片刻之后张无为全身染血 早已经奄奄一息 可是他死死咬着牙 还在维持着静心中 可是封印还是不可避免的逐渐解脱 竹龙的意识渐渐苏醒 看着封印自己的仇人 被揍成这个苦一样的 他心情愉悦极了 就这种菜鸟还想掌握自己的力量 真是一个敢教一个敢学 殊不知只要他自己不愿意 张无为就永远无法使用他的能力 不过两人现在共用一具躯体 万一身体被损坏 他抢过来也没什么用了 竹龙当即主动提出帮忙 顺便彻底侵蚀掉对方的意识 可张无为才不想跟他同流合物 对付这种垃圾 只要使用仙级封印术损耗掉他生命就好了 大不了就跟他同归于尽 然而竹龙知道就算使用仙级法术 也无法耗光自己的气血 反而会让封印出现巨大的缺口 可张无为承诺宁可拼着生命力耗尽 也要在意识消散之前 多用几次仙级术法 哪怕耗掉竹龙的数百年寿命也好 反正他们俩都是灭掉一成的罪魁过手 索性一起同归于尽 用鲜血洗刷自己的罪面 此时猪妖打的都喘不过气来 可奄奄一息的张无为始终没有断气 下一秒他破败不堪的身体上 突然爆发出磅礴的大量妖气 这股妖气的强悍程度甚至还在他之上 猪妖瞬间惊恐万分 这家伙真的是人类吗 此时张无为自然是借用了竹龙的力量 已然不惧猪妖这种小角色 他直接使出十字结界 结界内的时间几乎停滞不前 猪妖根本无法反抗 而张无为也彻底疯了 他都是被最近遇到的疯子逼疯的 强烈的愤怒让他实力爆表 瞬间就将猪妖反杀 被竖法给轰成了鸡粉 好不容易扛到大天亮 张无为也精疲力尽到了极限 连水晶都感到意外 不得不为他打扣 与此同时其他大妖纷纷收到老大召唤 所有人都觉得很奇怪 但还是齐齐敢去参加大会 令人震惊的是 水晶这个积级分子居然缺席 不过当务之急事先讨论 有关妖血筹备的问题 他们已经确定好了行动的时间 就是在这届的天师协会 他们必须帮老大拿到女娲之心 与此同时水晶也在述说着女娲之心的事 传说中这是造物主死后心脏化为的血石 之后他分裂成了三块 每一块都具有能分离结合 以及毁灭与创造的能力 原本张无为根本不幸有这种神奇的东西 可听说这种东西能让他重新变回人类 当即就信心十足地准备去找 但水晶却不肯说女娲之心在哪里 而且女娲之心威力非比寻常 就算知道她的所在之地 若没点本事也会被抹除掉 除非张无为愿意加入她的组织 可面对水晶的再次邀请 张无为依旧是毫不犹豫的拒绝 她可不想跟这些畜生一样 变成肆意杀戮的垃圾 虽然她也很想变回人类 但也绝不会为此连人性都抛弃 这句话让水晶有些神情恍惚 当年也有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 那人对她意义非凡 而她也答应帮助那人 如今看在张无为说了同样话的份上 水晶魄力透露了女娲之心所在地 就在西方昆仑山某处 不过要她能撑到那才行 此时张无为体内的妖力外放的不像话 不过好歹能够使用竹龙的能力 她一定会取回女娲之心 然后在见面之时 就要亲手杀了三组女 水晶并没有生气 反而很期待下次再与她的碰面 小家伙就让我看看你与她 谁才是能改变这个时代的人 少年明明是个被妖怪祸害过的人类 却依旧能跟一群妖怪相处得十分开心 只因妖怪中也有好妖与坏妖的区别 自从得到水晶的提示后 张无为兜兜转转来到一处 暴雪肆虐的赤血里 结果没有保暖的她都快要冻死了 就在这时天空突然变成了红色 诡异的仿佛随时都会出现妖怪 下一秒一群妖怪真就从天而降 张无为恨不得抽死自己 让你乌鸦嘴 这下妖怪真的来了吧 而且她看这群妖怪也不是擅长 张无为囚牢的话还没说完 狮子怪就一拳砸了下来 张无为的伤势还没恢复 本以为要就此隔屁儿 结果下一秒就听到妖怪兄弟的喊听 原来她感受到张无为身上没有任何灵力 反而是充满了妖气 他们向来不喜欢自相残杀 张无为突然灵机一动 当即脱下衣服露出手臂上的妖怪脸 她自称是自己是中山的白鬼 虽然这种行为很羞耻 但是只要能活命尊严算个屁 果然这两张脸的怪样子 很快就让妖怪相信了她的鬼话 热情地邀请她去山寨落脚 张无为赶紧说自己有事要办 必须立刻动身离开 狮子怪再次拦住她 说最近山岭下来了个张姓道士 正在大肆猎杀妖怪 而且张道士身手了得 很多妖怪都送了命 再说风雪将至 这简直是双重危险 于是再次热情地邀请她跟大家回去 殊不知对于张无为来说 有张道士的地方才更安全 跟他们回去肯定会被戳穿谎言 于是她谢绝了中妖的好力 信心百倍地说张道士不过是小菜一碟 老子有把握对付她 说完便快速离开了 冲上去跟他们决意生死 看来是知道有方法活下去 开始怕死了吧 果然人类都是虚伪的东西 张无为差点被她的话动摇心神 赶紧使用静心咒 将竹龙的意识强压回去 可她之前的伤还没好 一进入凝神状态就痛苦万分 很快就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时她正被人背着走 原来是妖怪们看到她晕倒 就好心把她扛回来了 见她伤势挺重 还说要请她吃东西补补身体 可妖怪的食物就是人类 张无为赶紧说自己不饿 一点都不想吃东西 结果肚子却不给面子的咕噜噜叫起来 狮子怪以为她是不好意思 直接拉着她回去开饭 并且叮嘱她留下来好好休养 保证没有妖怪会因为她长得像人而歧视她 张无为还在发愁 怎么才能不暴露身份 谁知真正接触下来才知道 这群妖怪与众不同 他们吃的也是米饭兔肉之类的正常食物 狮子怪说他们不吃人 听说吃人吃多了脑子会变得怪怪的 反正食物这东西只要能吃就行了 没必要非得吃人 张无为简直欣喜若狂 终于可以吃口热饭了 结果下一秒就被一脚踹在脸上 那是一只巴掌大的小妖怪 一见到张无为就对她又踢又咬 狮子怪费了好大劲才把她拦住 据说小妖怪阿白的父母都是被人类所杀 因为张无为长得太像人类 所以才会被攻击 其实不只是阿白的父母 这里很多妖怪都被张道士给杀了 即便他们如此躲避对方 可对方依旧不肯放过他们 张无为文言都惊呆了 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这么厉害的人 这些妖怪都能说人话 至少都是扰极妖怪 光是狮子怪的气息就不属于之前的猪妖 能把他们逼成这个样子 看来张道士的来头很大 张无为趁机打听张道士的来历 可惜狮子怪知道的不多 只记得对方斗笠上有个标志 便给他画了出来 张无为只看了一眼就惊得目瞪口袋 那是天下三大先门之一的昆仑 说是当时最强门派也不为过 问题是他们一般只在繁华的国家出现 不知为何会出现在这种穷乡僻壤 又为什么要猎杀这些无辜的妖怪 狮子怪却觉得很正常 倒是除妖不需要任何理由 就像猫捉老鼠一样天经地义 张无为文言猛然反应过来 自己可是人类 就算这些妖怪不坏 也不应该心存怜悯 就在这时阿白突然凑到他面前 强忍着对人类本能的恐惧 结结巴巴地向他道歉 刚才不该随便养他的 这副样子跟普通人类小孩没什么两样 张无为再三告诫自己 不要和妖怪有什么感情 只要养好身子就立刻离开 以后再也不要产生交集 可是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 他们一起吃饭睡觉洗澡玩游戏 无论他再怎么告诫自己 可还是忍不住跟妖怪们有了交情 而他也终于知道了 这群妖怪不吃人的原因 原来狮子怪小时候曾意外摔下伤 那时还遇见了一位人类 本以为自己死定了 谁知那人非但没有杀了他 还把他带回家偷偷照顾 等狮子怪伤好后就放他离开了 可惜那时狮子怪还不能说话 等他能说话时便时时望着山下 看能不能感应到对方 可惜在见到那人时已经过了几十年 那个漂亮女人早已变成了白发老公 身体也虚弱的无法行走 却还是爬到了山上 狮子怪本想送他回去 可老鱼不肯 说这是他们村子里的传统 狮子怪不明白 只是尽力照顾他 可没多久那人便死了 狮子怪觉得人类可能以为所有妖怪都吃人 才会把女人送上山来 所以他决定不吃人 那人类就不会再把人丢上山了 后来他才知道有些贫困的村庄 会把不能干活的老人丢进山里 以此来减少粮食消耗 而他也早就知道张无为是人类了 只是见他是好人就没拆穿 在他眼里人和妖一样十分好坏的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叫声 是人类冒着大雪来猎杀妖怪 想连阿白这样的小孩子都不放过 狮子怪赶回来看到这一幕 瞬间怒不可遏发动攻击 可猎人身上带着张道士给的符咒 直接把狮子怪放倒 猎人们还想挑断他的手筋脚筋 以及割断阿白的声带 千军一发之际张无为及时打 这一次他站在了妖怪这边 不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 他在出手之前特意带了个猪头套 伪装成猪妖 猎人们还想顾忌重施 用捆妖符对付他 张无为趁着猎人们还没反应过来 他直接发动攻击 但他不想使用竹笼的妖力 好在对付普通人类只用物理攻击就行 很快就干掉了一个 阿白这时也提醒他有危险 张无为这才及时反应过来 三拳两脚干翻了所有猎人 猎人们全都跪地磕头求饶 经过询问才知道 他们是被道士张若晨逼迫 被逼无奈才来猎杀妖怪 可阿白根本不信人类的鬼话 一直叫嚣着吃掉他们变强 然后再干掉那个道士 但狮子怪不想靠吃人变强 虽然他很想立刻杀了这些人 可他不想让张无为这个朋友难度 张无为感动极了 他也不想主动杀人 阿白却很不甘心 一直拼命喊着吃掉他们 张无为只能耐心地跟他解释 吃人并不能解决根源问题 只要能证明不是所有的妖怪 都会对人类造成危害 才能让人类和妖怪彼此间相互理解 他相信大多数人类都是能够沟通的 谁知话因为络一根箭矢突然飞射而至 直直地射向张无为的脑袋 若不是狮子怪及时挺身相互 他早就当场隔片了 而狮子怪也受了伤 人类的行为彻底惹怒了他 当场就要大开杀戒 可惜剑上徒有诛杀 狮子怪无法立刻动用妖力反击 只能眼睁睁看着猎人们 在援兵的帮助下纷纷逃走 当晚妖怪们都在庆幸节后余生 张无为却是第一次感到迷茫了 今天的事情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 以往被他视为加害者的妖怪 如今却变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人类反而成了为恶的一方 阿白担心地上来安慰他 人类本来就是这样讨厌的存在 总是随意践踏生命 甚至以此为乐 张无为之前也曾遇到过这样的妖 人和妖本来就不一样 想要相互理解太不现实了 就连人与人之间都未必能相互了解 更别奢望正常人去理解妖怪这种可怕的存在 但是张无为还是想为这些善良的妖怪 做些什么 他告别了妖怪们 去找人类努力沟通 想要告诉他们这些妖怪没有任何恶意 也许能稍微让妖怪们的处境好转一些 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张无为来到昆仑属地 如愿见到了张若晨 这位昆仑出来的青年才俊 看起来温文尔雅文质彬彬 丝毫看不出 他就是猎杀狮子怪他们的道士 张无为抱上了昆仑三胜之一 天青真人后裔的名头 可张若晨根本不信 他早已看出他身上带着淡淡的邪气 手里的法术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一旦他有任何异样便会当场击杀 于是便让他露一手正人身份 张无为当即念起口诀 使出仙灵三位火 这是天青真人的绝学之一 要知道昆仑绝学之一的九位天火 就是以此为原形改良而来 张若晨自然特别熟悉 况且就算有人要冒充 也不至于选择已然没落的天青之名 于是张若晨立刻相信了他的话 他仰慕天青真人已久 对他的后人也表现了很热情 经过一番寒暄后 张若晨邀请他回家慢慢聊 临走前张无为突然感觉被人盯着 可是回头看的时候却什么都没有 以为是自己的错觉便没在意 回到张若晨的房间后 张无为委委婉地表达了 山寨里的妖怪并没有害人 没必要赶尽杀绝 这种行为和真正的妖邪没有区别 本以为会遭到对方的怒斥 谁知张若晨竟然爽快地表示赞同 之前他猎杀妖邪 是因为山中妖邪太多令人生畏 百姓不敢进山讨生活 以至于生活艰难 甚至将年老体弱之人 赶尽深山自生自灭 人命垂危之时他也顾不得那么多 不过现在山上的妖怪渐渐减少 对村民已经不再构成威胁 他也不愿意做毫无意义的猎杀 张无为简直欣喜若狂 今天来的目的总算是达到 就在这时有村民慌慌张张进来禀报 说刚刚有只妖怪在村子附近徘徊 被他们抓回来了 带过来请他并驳 谁知他们抓到的妖怪竟然是阿白 张无为简直惊呆了 这小家伙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此时阿白还在不服气地叫骂着 张若晨可无法容忍有妖怪在自己面前放肆 当即就要动手除掉他 就算对方只是个小孩子也毫不熟人 张无为赶紧出生阻拦 反正这小妖怪并无恶意 只是误入此地 何不放他一马 阿白一看到他立刻大声示警 伟人类别管我了 你快点逃吧 我们都是厉害的妖怪 才不会像这种坏蛋屈服 张若晨文言好笑地告诉阿白 张无为可是真先后裔的人类 根本不可能是妖怪的伙伴 阿白瞬间呆愣住 难以置信地看着张无为 张无为可没工作多说 只是坦白了阿白的确是自己的朋友 请求张若晨放了他 张若晨也没有为难他 直接命人放开阿白 把他交给张无为自己处理 虽然他笑容和蔼 可村民们却满脸畏惧 丝毫不敢违抗的他的命令 张无为赶紧带着阿白离开 之后他够坦白了自己是人类的身份 阿白感觉自己受了欺骗 原来刚才他看到张无为和坏蛋一起走 担心他出事才会一直跟在后面 没想到他居然是人类 愤怒之下阿白狠狠地咬了张无为的手臂 看到他血流不止这才松口 悲痛欲绝地跑走了 果然人类都是脏脏的大骗子 结果刚跑没多远就被阵法困住 只见张若晨带着人追了上来 逼迫他带路去找山寨里的妖怪 与此同时张无为因为白天的事情 难受的睡不着觉 半夜听到两个村民在发牢骚 说他们这些年帮张若晨赚了不少钱 结果就因为丢了符咒就差点被打死 要不是当初被迫递劫了鬼众 早就去揭发他的恶行了 张无为立刻意识到是有蹊跷 等到两人离开后 顺着他们来的地方 果然找到一个隐秘的地道 顺着地道走到尽头 赫然发现一个繁华的港口 这里关押着数不清的妖怪 个个都被砍断手脚割掉声带 让他们既无法逃跑也不能呼救 很快负责看守的猎人 就发现了他的踪影 提着锤头就砸了下来 是名誉天下的正道门派弟子 背地里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就在刚刚张无为发现了暗党一事 背着的守卫发现后 想要偷袭张无为 然而张无为早已察觉 直接掏出特制辣椒粉 将其辣得睁不开眼后 便狠狠一拳甩到对方脸上 顽音的他可是这方面专家 与此同时这动静也惊动了另一个守卫 他怒气冲冲地看向张无为 然后下一刻他愣着了 只觉得张无为身影很熟悉 莫名地和前不久那个猪头腰重叠在一起 此人才意识到张无为正是那个伪装的猪腰 就在他惊讶之时 张无为趁机偷袭他 然后质问他这港口和妖怪怎么回事 只是此人并没有屈服 反而十分嚣张 于是张无为毫不客气的 往他脸上多天挤到伤口 在剧烈的疼痛下 他终于还是开口招了 原来他们真的是被逼的 整件事都是张若晨在幕后操控 他有门路知道哪里能高价卖妖怪 所以便有了这个案稿 且为了安全还切掉妖怪手脚和声带 张无为闻言虽然脸色无比震惊 但还是觉得昆仑之人做不出这种事 然而守卫坦白的前因后果又如此真实 在四年前他们村一如既往准备过冬粮食 张若晨便是在那时到来 并声称是昆仑派来的庇护之人 本以为对方是单纯来除妖的 然而却不允许他们杀害妖怪 反而是要活捉 有路子卖妖怪之父 起初村民也的确有不愿意的 但渐渐的终究是迷失了 不过守卫却将这一段改成 是张若晨逼的 张无为听完没有权幸 他要亲自找张若晨对证 看着离去的张无为 守卫心有侥幸 还好没提张若晨和幽阶的事 护士咒应该不会发作 然而片刻后他就猛了 说什么来什么 护士咒已然发作 守卫这才意识到被张若晨坑了 根本没有什么触发关键词 只要坦白了就要死 就这样活生生在张无为面前抱死 张无为被这一幕吓猛了 他自然清楚故事中 也明白了守卫确实有说真话 他急忙赶到张无为的房间 本想找对方对峙 却发现一个人都没眼 只看到一封书信 是昆仑发给门下全部弟子 是通知天师大会即将开启 今年归山之期提前半年 迟到者将失去考核机会 五年之约将至 当日之言仍在心间 莫令老朽失望 张无为也想起之前两个守卫聊过的 张若晨好像带人赶往山上捉腰了 于是急忙赶去 与此同时张若晨这边 正抓着小白狠狠折磨 目的便是引狮子怪他们出来 作为重情重义的一行妖 自然不会逃避 狮子怪让张若晨赶紧放了小白 张若晨很猛 这妖怪数量比他想象中的要多 便放下狠话 想要救小家伙就放马过来 狮子怪闻言爆发出恐怖的妖气 下一秒和张若晨动起手来 只是狮子怪强悍的预计 却似乎打在了水流上 软弱无力的 然而还不止如此 张若晨的金光 更是震得狮子怪手臂血迹洪飞 好在他及时拉开了距离 不然手臂就没了 妖怪兄弟们见状齐齐出手 就不信张若晨能对付重妖 对于这一点张若晨确实有点难 毕竟他要的是活妖 出手又得控制力气 只见他以灵气幻化出一把弓箭 朝重妖射出无数箭矢 瞬间就导致重妖失去战斗力 狮子怪捂着手上的手臂 连忙让身后其余妖兄妖弟赶紧逃 下一秒他就惨遭金光的束缚 好在身后的一些妖怪纷纷逃掉了 只是几位好兄弟却只能跟他一起背负 张若晨没有追击那部分小妖 有现场的这些就足够了 不过他也同意让村民们自己去狩猎 毕竟都是些低等妖怪算不得什么 随后张若晨再次来到小白申请 想要继续威胁他说出老巢的位置 小白自然不会透露 宁死不屈 见状张若晨也懒得在逼问 准备将小白处死 就在关键时刻 张若晨赶到了 死死抓住了张若晨的手 张真人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少年体内明明封印着强大的力量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朋友在面前倒下 然而并不是他不想出手 而是体内封印的大妖跟他作对 才导致了这一切后果 就在刚刚赶来的张若晨 在关键时刻就下了小白 他质问起张若晨为什么非要如此 张若晨却反问张若晨 此妖早已经埋下仇恨种子 今日不除掉他日便会祸害百姓 然而张若晨已然知道他的勾当 你这不是担心小妖祸害 而是怕见不得人的勾当暴露吧 见状张若晨意识到有村民泄露了 不过那又如何呢 不管什么理由 除妖不是天经地义吗 张若晨没有回答 只是看着村民们的丑陋嘴脸 不禁回想起和小白他们的美好时光 也是在这一刻 他抛弃掉什么立不立场 他只知道这些妖怪帮过自己 那自己就应该帮回他们 所以请求张若晨放过狮子怪他们 今日之事绝不会外传 就当卖个薄面给我 而这显然不会令张若晨答应 下一秒果断给了张若晨狠狠一拳 看在天青真人面上 我会给个面子留你一条全尸 张若晨此时全身都疼痛不如 按道理来说 这家伙力量不该这么强的 随即张若晨更是以灵力幻化一只金色巨神 将张若晨给拿捏住 张若晨这才意识到是八神咒 张若晨冷力地说道 你不会以为就你会八神咒吧 好好享受八神咒之一的金光神咒吧 可就在这时 狮子怪猛地扑了过来 只能选择护体或者攻击 在拿捏张若晨后 便没有了护体之能 张若晨被气到了 爆发出更恐怖的气息 狮子怪连忙请张若晨带小白他们先走 自己留下来掩护 只是还没说完 张若晨便带着惊人气势袭来 狮子怪只能连忙上前抵挡 就在这时张若晨左手幻化金色剑气 张若晨意识到不对劲 正准备用妖气出手帮狮子怪 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下一刻金色剑气贯穿狮子怪身躯 靠近他的寿命来同归于尽 竹龙却看出张若晨不敢 因为情感及时软肋 受重伤的狮子怪连忙大喝倒 让张若晨带走小白他们 无奈之下张若晨只能抱起小白撤腿 小白非常伤心 都是因为自己才导致老大出事 这时张若晨已经架好金色长弓 刚准备对张若晨射去 却被狮子怪强行抱住打断 明明是无意识状态 却还是拼尽了全力拦住张若晨 没办法他只能让村民们动手 去追张若晨不论死 随后金光神咒全力爆发 瞬间原地产生巨大的爆炸 将狮子怪给镇碎彻底隐落 张若晨看到这一面 便回想起了往事 那时爷爷也是让他快跑 叮嘱他要好好活下去 少年明明是针先后语 却和仙人封印的大妖勾搭在一起 还用着大妖的力量来对付正派弟子 这一切只因所谓的正派弟子 暗地里坐着见不得人勾搭 就在刚刚张若晨被体内竹龙打断施法 或于无奈只能先带着小白疯狂逃窜 由于受到的刺激过大 小白已经晕厥过去了 就在这时竹龙又开始骚扰了 他看到了张若晨刚才的回忆画面 似乎发现了不得了的事情 张若晨很生气他刚才打断自己施法 然而竹龙就喜欢看他狼狈模样 他之前就说过没有自己的允许 张若晨是不可能用他的能力 不过随后竹龙又画风一转 老夫可以不再干扰你 能力随你使用 只要你答应老夫一些条件即可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 只是他们的大哥狮子怪凶多极少了 张若晨把这悲痛的消息告知了他们 愤怒的散妖们纷纷就要冲回去报仇 张若晨拦下了他们 并让他们回老巢去吧 就在这时村民杀来了 不等他们出手 张若晨就率先一个顺步击倒一人 随即又掐住另一人的脖子 让他带路准备去找张若晨算账 可话刚说完一道金色剑矢 便穿透张若晨肩膀 正是不远处的张若晨 此时他再次搭起金色长弓 下一秒数到剑矢七七射出 却不是对准张若晨 而是其身后 张若晨意识到了什么 急忙伸手想阻止 可惜终究没办法弯下 身后的妖怪兄弟们 包括小白纷纷被击中 在这一刻张若晨脑海再次回想起 合众妖们的美好记忆 在此前他一直认为妖怪就是残忍屠杀 可自从遇到这群善良的妖怪后 尤其是听到小白睡觉时呼喊着妈妈 他才意识到妖怪也是有着同样情感的 思念宽容理解样样俱全 张若晨很清楚 人类和妖怪永远不可能和平共处 可为什么看到大家死去后 自己会感受到痛苦呢 到头来终究还是自己太弱 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 为什么每一次都是在悲剧发生后 自己才会感觉到痛苦呢 说着说着张若晨的眼泪落了下来 就在这时竹龙发力了 你还有个选择吗 老夫给弱者的恩赐 都这样的局面了 你还要拒绝吗 张若晨知道这家伙是故意的 竹龙不以为然 我这样搞你 你会答应我的条件吗 现在还来得及 你别忘了我的数 只要是领域内的生死 老夫说的算 宝奇不死也没问题 你想救回他们吧 想挽救一切吗 那就接受我的条件 只要把左手连同左眼的封印永久解开 竹龙的话深深击中张若晨要害 他想挽回一切 可他对竹龙为啥不解封全部封印 又感到很疑惑 竹龙表示其他的你别管 你按照我说的口诀被出来即可 剩下的老夫会替你解决 事到如今张若晨决定接受了 弱者是没有选择的权利 下一秒他按照竹龙说的 解开左臂连同左眼的封印 随即恐怖的妖力席卷出 竹龙猖狂的笑声出现 终于给老夫等到机会了 此时张若晨左眼恐怖如斯 原来竹龙并不是不想解开全部封印 而是张若晨只能承受这一部分副作用 竹龙让他别在意这些 赶紧做你该做的吧 张若晨被这一幕惊叨了 短短一瞬间 张若晨的气息就变得诡异无辜 但他并没有看出什么 便下令让村民不留活口 他从没见过磁灯法术 于是决定自己出手试试 可还没等他出手 张若晨就率先袭来了 速度快到张若晨都捕捉不到身影 刹那间就给他狠狠来了一脚 张若晨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还未等他多想 张若晨再次袭来 又是狠狠的一拳 张若晨还想反击 却被张若晨轻松躲过 难得有如此发挥机会 他把这么久积攒的不甘都发泄了出来 张若晨被这一套连击锤的连吐击口袭 就在这时他发现了鲜红色的结界 那些身处其中的村民们行动无比缓慢 转个头的功夫都要半天 张若晨却没有任何影响 一脚一个村民 张若晨这才意识到不是对方变快 而是结界让时间变慢 只要在结界中 他就不可能比得过对方速度 张若晨似乎看清他的想法 你觉得这法术很无耻对吧 但这一切都是托你的福啊 你得好好享受才是 张若晨也是满脸不甘心 他明明都走到这一步了 脑海中闪过一个中年人身影 他是昆仑派的张长老 把当时落魄的张若晨给收为徒弟 而张若晨没有让他失望 短短时间就将金光骤炼到划行阶段 轻松击败鄙视的同门 本来有着张长老清传弟子名头 加上战力无双的情况下 张若晨妥妥的下一任镇山地府 可惜不久传来噩耗 张长老前往本境 栗战七只祸及妖怪不幸战死 按道理来说 他的战力不该打不过祸及 但又查不出具体情况 只能判定张长老可能年事已高 就这样补上来的新长老是死对的 一来就将这个天才少年给派去了赤血林 除非张若晨连续五年上吊必恢复 要不然就别想回归六格 简而言之就是最繁华的国家才能负担的 如今却落在张若晨头上 出到村子时 张若晨遇到一个和他过往相同的小孩 他掏出一份吃的地给对方 或许正是这最后的一次馈赠 把他的善良给彻底抹去 也更加坚定要回归巅峰 为了凑及避讳赴他只能另寻偏路 在杀了不同意跟着干的村长后 就发生了后来这些捉妖卖妖之事 所以他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 暴怒的张若晨浑身散发出强悍金光 张若晨问竹龙能不能扩大点结界 然而这已经是目前能承受的极限 而且这可不是进到结界就能立即锁定 是需要你自身去主动锁定敌人了 看到张若晨独自在嚷嚷中 让张若晨更加不爽了 待会看你还嚷得出来不 这是他最强的一招 时雨只见天空上出现好几个洞口 下一秒从中射下无数金色剑影 就在张若晨想要出手拦下时 他的脚下却被金光给缠住了 将其给拉了出来 原来张若晨的大招只是一个烟雾弹 真正的目标是把张若晨从结界中弄出来 果然在外界中 他的速度不再受影响 狠狠地砸向张若晨 随后将他的左手死死压制住 张若晨不愧是天之骄子 短短时间就猜测出对方的力量来源 可也正是因为反派死于化毒 张无为并不需要左手 而是用肉身为影施展出竖法 现临三位火 一道通天火焰对两人轰了下来 硬承受这一击后 张若晨已经狼狈不堪 张无为也好不到难去 竹龙操控左手伤了他一巴掌 真是蠢货 你这竖法可是对妖邪更有作用 简直是伤敌一百自损一千啊 这时张若晨终于发现了 原来是使用了妖怪的力量 他当即讥笑出声 看来这真仙厚义 比我还不堪吧 张无为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继续动用刚才那招三位武 因为这耗损的是竹龙生命 所以他根本不在乎对人类伤害高不高 直接一口气用出好几道三位武 随着他手势一挥 张若晨再次遭受三位火的吸引 他满脸血着不甘心 下一秒产生了巨大的爆炸声 太可恨之时已有可怜的一幕 张若晨便是这种情况 可惜人这一生不能丢的两样东西 良心和理想 张若晨却只坚持了其中一样 理想 在经过三位火的狂轰乱炸后 张若晨终于倒了 他的心情无比复杂 坚持这么多年还是失败了吗 脑海中不禁回忆起落魄时的自己 当初他听别人说 那座高山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地方 而在高山之下 不管人们身处何种阶层 不论你的出身如何 每个人都有机会凭借自身的努力 实现自己的梦想 那时被家人卖给屠夫的张若晨 就是在这高山下 遇到了师父张长老 对方本意只是帮助他脱离奴挤 可张若晨知道必须抓住这波机会 便请求在张长老身边 端水倒茶做什么都行 他要出人头地 而不是单单为了活着而活着 张长老被这个小家伙的坚定眼神给吸引 二话不说就收他为徒了 而在昆仑山中 想要入门就得经过三层考核 南大门的登天梯是奇异 张若晨跟在身边好奇地问 这一望无际的天梯又多少次 张长老苦笑道 这得看谁爬 像你师父我可是花了七十年才到底 张若晨很惊讶 为什么爬个楼梯要七十年 张长老却又淡然一笑 师父是逗你玩的 不过泪是真的很累 要是你怕了现在还能后悔 张若晨无比坚定的表示不怕 张长老很满意 那你记住确认了目标后 就不要轻言放弃要坚持啊 时间也来到张长老牺牲这一天 张若晨无比震惊 根本不相信师父会死区区或集妖怪手中 师兄弟还想劝他别做出傻事 但张若晨必须为师父找出真相 师兄弟们都有几代人在撑妖 但他不同 他这辈子只有这个师父 后来在他的暗中调查下 终于在其中一个天机阁弟子口中得知 原来害死他师父的七个火急妖怪 有一只隐藏气息的降灾级大妖 本来天机阁事先有察觉一些不对劲 但却没有第一时间派遣人手支援 反而是其中的庞大人将所有支援人手 调去天明国处理一件小小的蝗灾事件 加上后来新上任的长老 又把张若晨给下放去赤血岭这个鬼地方 让他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人为所操控的 但他没法反抗 只能乖乖接受这个安排 他很不甘心 自己向往了一辈子的高山 竟然越走越远了 这也让他认知到身份的差距有多大 此时此刻他累了 他不想再爬了 当他萌生放弃的想法时 脑海中却始终浮现师父的身影 你难道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吗 一听到这句话 张若晨的眼神又再次坚定下来 是啊 岂能为了求生而放弃吗 如今才更不应该苟活 世上从没有什么绝路 恐怖的金光站起身来 是他那坚定的信念支撑着这一切 张若晨惊讶地看着他 没想到这都还不死 明明是人类阵容的针线后裔 却偏偏和对立的妖怪们相处融洽 还为了他们与正派弟子决议死战 经过刚才和张若晨的一战 此时的张若晨也是费了不少力气 就在他以为终于解决掉张若晨后 脑海中的竹龙却告知没有结束了 果然下一秒就看到张若晨站了起来 其嘴里一直泥喃着不能这样倒下 闪身到张若晨面前 右手承手刀形状挥斩 想要一击斩掉他的脑袋 张若晨是反应不过来了 好在竹龙及时接手身体 轻松就挡住张若晨的攻击 还讥笑张若晨的反应真是慢死了 果然还是得靠老夫 听到他喊老夫一词 张若晨心里震惊无比 这是一体存在双异是吗 既然如此他决定下狠手 哪怕这只手不要了 也要弄死张若晨 只见他这只被抓住的手 正在散发恐怖金光波动 张若晨意识到了威胁 急忙抬脚想要阻止他 在分开后 两人再次攻向对方 在应接了张若晨的一击手刀后 张若晨抓住机会 狠狠击飞了对方 自己也累到喘个不停 竹龙此时也提醒算是结束了 然后张若晨通过左眼 看透了张若晨的体内运转 他已经没办法再凝聚林立 刚才也不过是借助意志力透支的领域 所以这场战斗胜负已定 张若晨自然也深知这一步 但他依旧不甘心 便假装提出认输了 想让张若晨放下戒备心 等到靠近时再用出最后一击 然而回应他的 却是张若晨重重的一脚 你以为老子是故事里的圣人主角吗 老子看起来就这么像好人吗 说着又是给张若晨一拳 张若晨猛逼了 这家伙不是烂好人吗 短短时间居然变化这么大 下一秒张若晨如同天马流星拳一般 对着张若晨狂轰乱炸 这每一拳都是为了妖怪兄弟们而打 随着最后重拳的落下 张若晨仅存的那点金光破碎开来 倒地大口大口的吐血 这场战斗也正式宣布了胜利者 可就在张若晨打算去治疗妖怪兄弟们时 却突然的跪地猛吐血 张若晨感到很不解 竹龙便提醒他看看 刚才被那小子手刀锁伤的地方 胸口的那道伤口居然裂开 还留存着金光异象 竹龙解释道金光神咒可不是一般倒数 对付妖怪特别有奇效 其锁伤的伤口不是轻易能恢复的 也就是说你如果支撑不住 那个时听结界也同时会消散 你的妖怪兄弟们没有结界支持 自然不可能支撑到回住地里治疗 不过那也不是没有办法 张若晨让他赶紧说出来 办法就在你身后那小子身上 张若晨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但还是问到什么意思 左手的竹龙面容结结结笑了起来 还能是什么 我们可是妖怪啊 自然是吞噬人类灵力壮大自身 这小子的灵力精纯无比 对你的妖怪兄弟们足够 至于你因为老夫关系还能强撑 但你那群妖怪兄弟可不行 只要结界破碎 他们半壳中内必死无疑 张若晨看到重伤倒地的小白他们 内心迟迟无法抉择 可时间不等了 那些村民们突然回来了 但是看到倒地的张大师 又不太敢对张若晨出手了 最终还是诱惑战胜了理智 他们几人联手一起上了 竹龙让他别再考虑 已经经历过这么多牺牲 还想再经历一次吗 张若晨知道这次的选择可不是以往 这是要亲手将自己变成跟他们一样的怪物 为了让张若晨看清楚现实 竹龙驱使他的左手延伸增大 最终真身再次出现 只是没有开头那般恐怖威势 如今也就几人大小人 一开始他只是想下跑村民 可为首的黄博却不以为然 老子还有几张张大师的符绿 不过就是个大典的肉虫吧 一听到肉虫这个词 竹龙瞬间就猛逼了 这还是第一次被叫这种形容词 于是他愤怒地把黄博给碾碎掉 这一幕也把村民给吓傻眼了 竹龙残忍笑道 你们再不跑可就来不及了